前不久,江苏农民宫在修路时意外挖出一座明代古墓 当考古人员打开棺木的一瞬间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里面居然躺着一个面容清晰 皮肤有弹性的不服女士 这位经历了几百年的女士 为何有不服之身 难道她是明朝公主 新来的朋友麻烦长按点赞关注一下 接下来就带领大家揭开这百年不服女士的神秘面纱 这件事情还要从江苏省泰州市正在施工的春兰路段说起 这一天工人们正在该路段施工作业时 负责挖掘的机器突然就出现了故障 没办法,为了加快进度 工人们只能一边修机器一边徒手挖掘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刚用铲子挖了几下 地下面就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洞 这让工人们惊讶不已 一时间这里就围满了人 工人们围在一起就开始讨论了起来 有人说这下面是一个外星人实验基地 还有的人说这下面是一个军火库 可是他们只会在那议论却没有一个人敢下去查看一份 这时有一个胆大的工人朝着这个洞瞥了一眼说 这不会是一座古墓吧 听到这里 工人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当地考古队 很快考古队就到达了古墓现场 他们先是对现场进行了一个基础的勘查 然后对周围简单地进行了发掘 随着深入的发掘 他们在下面发现了一个用丝织品包裹着的原木 在原木的旁边还发现了更多的丝织品 还有散落一地的木板 这让考古专家们兴奋不已 看来这里还真有可能是一座古墓 考古人员往下面继续地发掘 突然一座古墓惊陷在他们面前 可是这座古墓着实令考古专家们失望 这一口棺墓已经破败不堪了 基本没有棺墓本该有的样子了 这很有可能是工人们在施工的时候 不小心把棺墓给破坏掉了 幸运的是 这口棺墓里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研究价值 因为里面只有散落的骸骨 不过令他们感到惊喜的是 在这座棺墓的旁边 考古专家们又发现了一座古墓 由于上一座古墓没给专家们带来惊喜 所以对于这口棺墓 专家们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 他们开始小心翼翼地进行发掘 辛苦地发掘过后 棺墓竟然从一开始的一口棺墓 突然变成了两口棺墓 这可是让专家激动不已 而且这两口棺墓保存得非常完整 东边的那口棺墓基本上没受到任何破坏 而且在古墓的周围 考古人员还意外发现了一些明代陶瓷 经过测量 这两口棺墓中间的距离发现 它们之间只有十几公分的距离 再根据古墓的数量 考古专家判定 这应该是一座合葬墓 而且还是按照焦江墓葬的形制建造而成 根据上面出土的陶器 基本上判定这是一座明代古墓 这座古墓既然来自明朝 那墓主人到底是明朝的哪位呢 这么小的墓穴同时出现三口棺墓 这会不会是一个家族墓葬群呢 不会是谁家的祖坟吧 为了解开墓主人的身份 考古专家们决定打开棺果一看究竟 考古专家打开第二口棺墓的时候发现 虽然焦江层已经完全脱落了 但是整体看上去还算相当的完整 很快他们就把棺果盖板撬开了 令他们十分惊讶的是 在这块盖板的下面竟然还有一块内嵌的木板 撬开这块木板之后 里面的场景让考古真家很失望 里面只有七零八落的骸骨 而他们所期盼的珍贵陪葬品也是一件没见着 随后对墓主人尸骸的检测发现 这是一具女尸 至于她是谁 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专家们很是无奈 只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第三口棺墓上 这第三口棺墓是整个墓室保存最完整的 而且棺墓上面的焦江体也没有被破坏 在场所有的人的目光都看向了这第三口棺墓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棺墓里面的文物 考古人员决定先把棺墓上面的焦筑江去除 接下来的发掘让考古专家们感到异常的紧张 专家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第三口棺墓的棺盖和棺墓连接得非常严丝合缝 而且还用了很多的铁钉来进行加固 看来这一口棺墓不是那么轻易就打开得了的 最后在考古人员的配合下 最外面的一层棺盖终于被打开了 看着里面的内棺 考古专家惊叹不已 内棺不但保存完整 甚至连腐朽的痕迹都没有 专家们悬着紧张的心 用颤抖的手打开了内棺 内棺打开以后 看到眼前的一幕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掉了大牙 棺内竟然平躺着一位 包裹着像木乃伊一样的尸体 暮色 墓主人身高大约一米五左右 令在场所有人震惊的不是墓主人的身高 而是他那完整的尸体 他的皮肤简直跟活人的皮肤没太大区别 而且他的五官和眉毛竟然还可以清晰可见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躺在里面安静地睡着了一样 看到此场景 不得不让我们联想到马王堆里面的心锥夫人 她不仅形态完整 而且皮肤还有弹性 从尸体的样貌可以看出 墓主人是一位女性 可是 让专家感到疑惑的是 心锥夫人的尸体 之所以可以保存得如此完整 是因为 她埋葬的位置 距离地面 有几十米的距离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眼前的这位女性 她所埋葬的位置 仅仅离地面 只有两米多的距离 而且 注重墓葬的上面 没有发现清高泥 白高泥 等一些防潮的材料 如此简单的下葬方式 它是怎么做到 让尸体经历了几百年都不服的呢 后来 专家通过对棺木的研究发现 这具女尸之所以可以完整地保存 胶筑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种胶筑浆 就像如今的混凝土一样 密封性极强 再加上 对棺木的严密封堵 整个棺木 就不会再进入空气了 即使里面有水渗入 但是 因为有胶筑浆的保护 所以 让细菌等一些微生物 很难进入棺木 这很大程度地减缓了 女尸腐朽的速度 专家们看了看这三口棺木 心里面不禁感到了疑惑 为什么 这三口棺木中 偏偏只有这一口棺木 出现了不服女尸呢 一开始 专家们推测 可能和牧主人的下葬时间有关 可是 很快 这种猜测就被否定了 因为 最初发掘的时候 这座木 已经被定性为 合葬木 合葬木的话 就应该是一起下葬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解开 牧主人的身份之谜 专家们 只能把研究方向 放在了不服女尸的身上 出于对文物的保护 考古专家把女尸完整地提取了出来 在台女尸的过程中 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的 生怕在台的过程中损害到尸体 通过对女尸的研究发现 女尸的年龄大约在50岁左右 考古专家先从女尸的头部开始研究 先是小心翼翼的 把女尸头上戴的帽子 给取了下来 当帽子拿开以后 女尸的头发 居然异常地乌黑发亮 而且 头发上面 还有一只发簪 这一发现 让我们觉得 女尸生前的年龄 要比之前 推测的要小很多 之后 就是女尸的衣服 你们年代太久远了 所以 刚开始拆解第一层衣服的时候 就显得有点艰难 好在 最后终于解开了 解开之后 专家发现 女尸的胸部位置 竟然有一张大纸钱 之后 解开的第二层 也有一张大纸钱 之后的每一层 都会有一张大纸钱 最后 在女尸身上 足足取出了八张大纸钱 并且 专家还发现 不服女尸的手上面 还戴了一枚 嵌有绿宝石的戒指 除了以上的发现 就再也没有任何 有价值的线索了 所以 此次对女尸的解剖 并没能解开 牧主人的身份之谜 另一边 对牧师做收尾的 考古专家也表示 并没有在牧师里面 找到任何有关 牧主人身份的信息 不过 专家们猜测 这位牧主人生前 一定是一位大家闺秀 从牧葬的交将形制来看 这位牧主人生前 一定很富有 因为 这种交注将的造价 非常高 至于牧主人是谁 目前 专家们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 苏伊只能推测 不过 还是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 专家可以解开 牧主人的身份之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怎么看待 明朝不服女师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记得关注点个赞 咱们下期再见